祝您的感情 欢迎收看 好玩 大家好 我是合作霖 我是晴晏兰 来 今天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跟你都有关系 每件事情都能跟他们有关系 云基尤其今天特别聊是美女 真的跟我有關係 漂亮人也沒有漂亮命 那跟我沒關係 漂亮人沒有漂亮命 這樣要怎麼處理 看你要去 請老師處理 請老師來 首先歡迎陳冠宇老師 大家好 老師好 還有周映君老師 大家好 以及艾菲兒老師 大家好 歡迎幾位特別來賓來 我們首先歡迎年長一年節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邁若瑜大哥 邀蘭篤林好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許盛美 大家好 來 水郎寶水苗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 是王欣霖 王欣霖真的很漂亮 真的 我是沒有見過本人 可是他們所有說 見過本人的人說 很漂亮 很漂亮 她比照片 比螢幕上還要漂亮 說那個皮膚白到 白裡透紅 比北鼻還要白 這樣 可是男生就說 哇 展情緣分手赴二代 所以才說 問一下 澄美說 她事業再創高峰 在大陸爆紅起來 但她的情路不順 被網路形容有 渣男吸引體質 對 就是 這一題的主題 就是好男不敢上 渣男一直來有沒有 所以我說這一題的主題 叫愛妮 為什麼這麼說呢 乘風破浪的姐姐 她得了冠軍 然後那首愛妮 又重新整個大陸 紅得不得了 王欣霖 永遠的十八歲的 看起來像妹妹 我查了一下資料 她今年也四十一了 你看她網友多好 她唱那個愛妮的 那個感覺還是高中生 事業這麼好 可是有人形容她 就是 渣男子鐵 意思又說奇怪 這些渣男都會往她身上靠 前面的我們就不用再去討論 先討論最新這一個 這一位跟她談了六年感情的 這個富二代 是一個科技富二代 長得也不錯 然後兩個人呢 就是蠻低調談戀愛 可是這個渣男怎麼回事 因為媒體就說這個渣男 之前不要一直講他渣男 這位富二代 這位富二代 之前就跟一個在超偶比賽裡面的 一個選手訂過婚 婚紗照也拍了 然後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因為這個富二代 就是太花心了 劈腿 被這個女生發現 所以那個婚姻就沒有持續下去 我問各位 如果你現在要交往對象 有以前這個紀錄 你會跟他交往嗎 不會 對不對 可是王欣玲 就一直給對方機會 都有這樣一個狀況 他們還是談戀愛 因為這個男生顯然是 還不錯 滿溫暖的 常常會陪伴王欣玲 然後2019年王欣玲 開一個巡迴演唱會的時候 你知道媒體都幫他盯 你女朋友在開演唱會對不對 你人在哪裡 他帶一個妹去台中開房間 不是在現場支持喔 曾經有 但是這一次 大家就說 你男朋友怎麼這樣 所以當時拍到之後 當然有記者會去問王欣玲 王欣玲經紀公司說 這個都是朋友 所以那是別人的事 我們也不方便講什麼 那你一直撐到最近 王欣玲就是前一陣子去 動了一個鼻鬥眼的小手術 你知道人是這樣 工作很忙的時候 男朋友不在身邊沒關係 我們最害怕是生病的時候 男朋友總要來陪伴吧 所以那個小手術 王欣玲是一個人去面對 所以最近就傳出來說 算了啦 算是六年的感情 還是斷斷好了 另外一位 對 這邊問一下邁哥說 周潤發發哥的第一任妻子余安安 真的是超美 就經歷兩段婚姻 但是也都心碎收場 是 感情不順 這就是蘇建恩醜陸 香恩公主的那個劇照 我跟你講余安安 其實她很早 很早進演藝圈 拍廣告 演電視 十四歲就跟爾東森談戀愛 十四歲 爾東森十六歲 然後兩個談了兩小無猜 談了八年的戀愛 那後來因為爾東森又成張曼玉 介入 那余安安進到TVB演電視 她怎麼會跟發哥在一起 這個婚姻是很奇怪的 這個婚姻 因為這個婚姻是閃婚 閃離 只有八個月 為什麼這樣 要親 我跟你講因為發哥在 跟余安安結婚之前呢 正經歷上一段感情的挫折 那是發哥的第一段 很正式的戀情 那段戀情我們等一下會講 發哥當時為了那個感情呢 新聞鬧很大 吞清潔劑 就是所謂的自殺淫雲 她是吞清潔劑 因為她在她的女友面前 談判不果 吞清潔劑 那這個跟余安安是發哥 這個事情之後 她出院四個月 當時女方已經有新交男朋友了 據說你現在這樣看 發哥是為了賭氣還是幹嘛 你有男朋友嗎 那我也要去交女朋友 結婚 她跟余安安其實之前就拍過劇 可是發哥受了情傷 出了院之後呢 兩個人在一起就開始很緊密了 拍劇的時候呢 余安安就是寸步不離地陪發哥 連發哥進到那個化妝室換衣服 余安安都可以進去 所以他們就形容說 兩個人像油條一樣捲麻花 就是順刻不離 油要麻花捲 對 就像兩個油條一樣 反正就形影不離就對了 那真正要結婚 就是他們兩個來台灣 當時港新 台灣流行港新 他們來台灣拍一個過年特別節目 回到香港的飛機上面 就決定要結婚 然後一起回香港就決定結婚 TVB還幫他們婚禮 也是實況轉播什麼的這樣 弄得很大 很盛大 可是一婚後 這個婚禮當時大家覺得 哇 好不能接受 我就覺得說 發哥不是才經歷過那段感情嗎 怎麼馬上就結婚了 當然大家覺得說是不是夫妻 那不管 可是也找到 幸福的婚姻了 但是這段婚姻 八個月之內發生什麼事情呢 余安後來 因為余安現在已經六十四歲了 中間後來一直接受訪問 就講說那段很不堪 在八個月之內 發哥本來很甜蜜 一結完婚之後 他說發哥人整個性格大變 像暴君一樣 就管他管得非常嚴 就是也不能化妝太濃 也不能夠出去跟別的男生 就是管得很嚴 有點神經質 然後他曾經被發哥 他自己講的 三度趕出家門 他曾經拿了行李 那個時候余安大也是明星 算是小花旦明星 拖了行李在香港的那個酒籠 在香港的那邊街道上走 很多那個民眾說 那不是明星嗎 怎麼拿個行李在那邊哭 他有碰過這種事情 所以他那一段其實很不堪 那當然那段已經過去了 這段就是八個月的婚姻 他當時講發哥真的是他 不認識的發哥 在婚姻那段期間 像個暴君一般 當然他們現在經過了幾十年之後 兩個已經近世前嫌了 余安六十歲生日之後 還有請發哥來 這是另外一段 當然余安後來跟發哥離完婚以後 他第二段婚姻 很幸福 本來很幸福 本來 這段婚姻被譽為是 公主與闊少的婚姻 這個男生李萬奇是香港的一個 企業家也是個賽車手 也是個富二代 當時就追余安安 余安就嫁給他了 可是沒有想到 後來李萬奇破產了 企業家破產了 但是破產余安不離不棄 因為余安嫁給他之後就習癮了 余安當時以前也很紅很漂亮 習癮之後他就 因為嫁給闊少 他就做香港的那個 包場女王 包場就是講舞會來 他們香港很多派對 他就做包 余安就是香港的包場女王 經常穿得很漂亮 沒有演戲 沒有作品 但是包場一定會出現 就是表示有錢的闊太太 當時包場女王做了十幾年 就沒有想到李萬奇生意垮了 破產 破產之後余安就付出 付出接廣告拍戲幫老公還債 所以當時兩個人是不離不棄的 李萬奇還講說 你看我破產但我很快樂 表示說老婆還有兩個女兒 都在一起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後來這段婚姻呢 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 就是余安後來 你看這個之後再來一個訪問 就不是這樣子了 余安的標題就是 她叫醒來 發現整個身體 沒有穿衣 沒有穿衣 沒有穿衣不打緊 你看 你看這樣 三百張裸照 這個其實在那個時候的女性 也就是她現在來講 也沒有人碰過這樣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說騙婚 騙婚你為什麼要派我裸照呢 其實那個裸照 後來她也曾經寄給 寄給一些媒體 她們人家是沒有登出來 覺得說太可惡太可惡這男的 我們都在挑Jabba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Jabba大神APP等你喔 李萬奇還講說 你看我破產但我很快樂 比如說老婆還有兩個女兒 都在一起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後來這段婚姻呢 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什麼呢 就是余安後來 你看這個之後 再來一個訪問 就不是這樣子了 余安的標題就是 到還是所有的女人 都會碰到的事情 就是老公出軌了 老公出軌 而且她總是最後一個才知道的 因為李萬奇當時 後來開始就 先是破產然後妻子幫她一起 這樣子便手之足還債 可是慢慢當他們債務 還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她又開始蠢蠢欲動了 男生就開始花心了 在外面還跟一個 我們很熟的一個女名 一個閻明俗 當時都有 閻淑明 都有在一起 可是余安後來講 她老公所有的傳聞 跟閻淑明是真的嗎 就出來玩嘛 也是被拍到 那老公每一段 余安都出來否認 就跟現在很多男生一樣 老婆都出來力挺 否認 可是到最後余安心碎了 她說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最後一個知道 她終於接受了事實 余安老公很花心 包括剛講的閻淑明 還包括跟在大 因為她賽車 去大陸賽車 去開狂亂派對 都被拍到 狂亂派對 那然後余安後來 最後沒辦法忍受了 就離婚了 好 那離婚之後呢 余安其實也五十多歲了 重新出來拍戲 但余安一直短頭髮 很俐落很漂亮 拍了很多電影還是很漂亮 然後演媽媽 可是後來余安居然 在五十二歲 她現在六十四歲了 五十多歲的時候呢 鬧了一個母子戀 跟一個二十 她演舞台劇 跟一個二十五歲的帥男 兩個演她兒子的 兩個人演完舞台劇之後 就在一起 然後當時人家說 哇 你們兩個在演 他們否認 然後說她這齣跟我女兒 年齡一樣大 怎麼可能呢 可是後來被狗仔拍到 他們一起去看電影吃飯 一起敬她的香櫃 類似這種香港狗仔都這樣子 那結果這段感情 當然也是被曝光以後 也是無疾而終 而且差這麼多歲的母子戀 不可能長久 所以余安的感情不順遂 兩次婚姻 然後這樣子 但她還是很樂觀 很快樂 現在還是出來演戲 還是很樂觀這樣子 是 過世紀 你真的漂亮跟沒漂亮名 怎麼沒漂亮名 老婆也吃得很好 你是 本來是禮物嗎 上面不做漂亮 嫩草 你好正能量 對啊 不然就是 當然這對 這兩個婚姻的歷程 對她人生來講很大 那是以前的駕駛官說 一定要吃... 哪有什麼駕駛 我們也吃得很好 你是... 那是要吃了二十幾歲 你們才覺得很好 對啊 這樣又吃了 身體又好就好了 人生就這樣 我才看妳要吃什麼 好 我們請教一下 鄒英君老師 什麼熟面相的女人 美人不好 美名 人家碰到愛情 她其實就好像鬼遮眼這樣子 來 我們來看看 人漂亮卻老是愛上瞎禍 瞎禍就是渣男 那的那個女人 我們現在說 額頭寬高凸的人 這樣的女生 她感情豐富 過於自信 因為女生其實如果說 額頭高凸 通常我們大家都知道 額頭只要是高 她都很聰明 她都很有自信 她做工作事業什麼都很好 但是因為她感情很豐富 她愛的人都是一些怎麼樣 就是這個叫做 喜歡很優秀的男生 但是呢 很優秀的男生 就又不會愛上她 為什麼 因為你這麼自信 所以優秀的男生 她為什麼要在你這邊 去討生活呢 所以她就優秀男生 反而是不愛她 所以她的那個感情 永遠在這裡 跌跌撞撞 跌跌撞撞 都不會很理想 所以就是她感情過以後 過於自信 我們再來看看 眼睛大而無神的女生 通常是崇尚愛情 判斷力會比較弱 其實眼睛大的人 她什麼都好 但是她不大 她不是她怎麼樣的不大 她就是怕一個人 所以她對她的愛情 她永遠是不喜歡讓她空缺 因為她知道 這段愛情完了 她就會再追求第一段 她就一直在那邊追求愛情 所以說常常就是 天馬行公的這愛情觀念 所以很容易被人家騙 因為她相信愛情 其實是很浪漫的 那因為通常我們覺得說 只要眼睛漂亮 眼睛大都是漂亮的 但是無神 她就是看不懂的人 她不會看人 所以永遠就是 老是被人家騙 所以說是判斷能力 它會比較弱一點點 再來就是 兩眉的距離 眉毛的距離比較寬 所謂寬就是 大於兩個手指頭的寬度 或甚至於只有兩 因為我們是一個手指頭 扮的這個寬度是最理想的 飽滿的話 你的工作事業一定是很好 但是如果說你大於 這個兩個手指頭的寬度 它就是太寬 太寬就是完全無所謂 不會愛自己 應該女生一定要知道 如何的保護自己 但是這樣子的女生 她永遠會認為 天下沒有壞人 都是好人 所以她是不會保護自己的 所以因為你不會保護自己 所以很容易受到 人家的花言巧語的誘惑 或是說被人家欺騙 種種的 但是她都永遠認為 她不會騙我的 這個是真的真的真的 等到她真的跌倒了 她才知道說原來還是有壞人 所以這樣的女生 通常都是會愛上瞎禍 所以說我們說的渣男 所以說她其實應該講說 這個也是很 因為如果說霉寬的人 其實是很漂亮 因為被髒髒 所以她其實是漂亮的 所以叫人美 對 老是愛上瞎禍的男人 大家參考看看 來 另外 這個90年代 有一個橫跨影歌式 三期的女神 當年超紅超紅的 我們都還是小朋友的時候 有一位珍秀珍 有沒有 珍秀珍 當然 但是因為遇到騙子 然後身心受創對不對 年紀 你知道她為什麼要叫珍秀珍嗎 因為在那個年代 珍珍已經出來了 珍珍比她大概大個 多個五六年出來 所以姓珍是那時候藝名 最好的要選 就是說我姓要用珍 然後後來還有個珍妮 對不對 所以她媽媽呢 因為她的名字 根本跟這三個字完全無關 她媽媽就把它取 我們就叫珍秀珍好了 果然 這個名字其實真的是非常 非常好唸 非常順口 她八歲就登台唱歌 十二歲就簽唱片約 到十六歲 她已經出了大概 十幾張唱片了 十六歲 中逝那時候 因為在簽歌星 就把它簽下來 簽在中逝 那時候進去之後 她連續就發了大概 四五十張唱片 後來秀場也起來了 你知道她去秀場的時候 因為她很能唱很能唱唱 珍珍就點名說 那個珍秀珍對我朋友 她要教她台語 她覺得她台語不夠好 教她 結果她珍秀珍沒有來 珍珍就不開場 結果珍秀珍就 越來越紅到什麼程度 珍珍跟她講說 這個不像話 你來 你來一天 一天領八千 我一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才領一萬六 那個時候的公務人員的薪水 一天八千跟一個月一萬六 那時候公務人員多少錢 公務人員 三千到四千塊的月薪 珍秀這一天的酬勞 人家兩三個月的薪水 有紅嗎 很紅 很錢 唱片一直出 然後還拍電視劇 那時候周游覺得說 這很漂亮 我們把他簽起來了 就拍周游的戲 也是一炮而紅 後來就中式是戲劇王國 戲一直拍 所有這個俊帥的男性 都跟他拍過去 電影也在加 影歌世秀三七 這樣有夠紅嗎 就紅了 賺很多錢 但是因為你知道嗎 新媽都陪在旁邊 盯了很緊 所以追求的人 都是這樣子 靠著 就沒有辦法進一步 直到有一個人出現 這個人 然後高大威猛 然後它是小開 叫做松山鋼鐵的小塞 那時候有個松山鋼鐵 它叫做朱歌兵 鄭文兵 為什麼叫朱歌兵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 曾秀珍也是剛剛老師講 髒髒髒髒 他為什麼叫朱歌兵 因為呢 在居家環境的 所有的外在環境 或者內部的布局 都會跟我們相對的關係 因為你外在 它所有的一草一木 事實上你不要以為 你房子看了會很漂亮 外面的高高低低的建築物 一草一木 它就跟你產生了相對應 相克 相生 就自然產生的那種能量 這種能量就造就了 最後你會顯現在外面的 一些機會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直到有一個人出現 這個人高大威猛 然後呢 它是小開 叫做松山鋼鐵的小山 那時候有個松山鋼鐵 它叫做朱歌兵 正文兵 為什麼叫朱歌兵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 曾秀珍也是剛剛老師講 髒髒髒髒髒 他為什麼叫朱歌兵 因為呢 他呢 只玩處女 然後呢 玩的女生 覺得沒有第二次 所以綽號叫朱歌兵 這麼色的一個男生 可是因為他是 松山鋼鐵的小開 他來的時候這樣子 出手非常大方 他就看曾秀珍的秀 都是當時花籃 這樣幾百 這樣 所以門口大馬路 就白白 把老闆起來 差不多幾百分 送禮物 送什麼這樣送 我之後就覺得說 這個人出手怎麼這麼大方 這個人是 然後又對他很好 媽媽也覺得說 這個人好像不錯 十大風 因為正文兵 他也比他大個五六歲 當你經紀人好了 包準你吃喝不盡 有一天呢 我幫你簽那個 拉斯美加的秀 你名字要簽不簽 我們去一尊 賺到二十萬美金就有 快簽... 我帶你去美國做秀 他想說 這個哥哥因為對我很好 每天這樣子簽下去 那是英文的 就簽名字要簽下去 看不看我簽下去 過兩天呢 正文兵就跟他講 我們兩個結婚了你知道嗎 那張是結婚證書 他說我沒有要嫁給你 他說你不要這樣 我會對你很好啦 你不要這樣子啦 結婚就結了嘛 我帶你去美國做秀 我當你經紀人 我賺很多很多錢 那正文兵就覺得說 太突然了 之後這心情很不好 就喝悶酒 他說我們這樣 忽然結婚不行 我覺得我台灣或東南亞 各地有很多的事業 我這麼快結婚 那我結婚生小孩 事業就沒有了 那天晚上 正文兵就說 妹妹你不要這樣子 那就陪他喝酒 你知道嗎 喝喝安慰他 結果他叫醒來 發現整個身體 沒穿什麼 而且他不打緊 正文兵 曾秀珍你看 你看這什麼 三百張裸照 這個其實在那個時候的 女性 也就是她現在來講 也沒有人碰過這樣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說騙婚 騙婚你為什麼要派我裸照呢 因為她發現曾秀珍不聽話了 她想要回這個婚 她就說 你也跑不掉我手掌心了 這三百張裸照 你只要趕 離開我的視線範圍 我就把它發出去 最後就哭啊哭啊 一淚洗面這樣子 覺得說 我人生完了 我跟莫名其妙結婚 跟莫名其妙拍個裸照 三百塊鏡 要出去我就死了 一點死了嘛 市場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 一切都沒有了 求她 求她說 那你要什麼條件 我都答應你 她說你就跟我去美國 我們在那邊生活啊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那個朱格斌 真的準備要出去 要出國 那後來他才跟曾秀珍講說 我現在非走美國不可 你一定要跟我去 因為他那時候 因為詐騙其他的富商 成為台灣第一個 第一名的頭號經濟罪犯 你知道嗎 總共捲款大概十億 在那個時候捲款十億 是很多很多耶 大概幾 現在是幾百億這樣 他說我要跑路了 你要跟我走 要不然呢 這三百塊鏡 我都把他出去這樣 曾秀珍說 那沒有辦法 這樣子 我把我所有的錢都給你 你放我自由 他說也可以啊 你現在有多少錢 就叫他去提錢 提什麼什麼都拿 最後因為鄭文斌是非走不可 因為那時候整個通緝案要下來 他就把曾秀珍丟下來 錢拿了 曾秀珍就變得一文不明這樣 就走掉了 走掉之後曾秀珍也不敢出來 因為他雖然那個男子這樣逃亡 三不五時會打電話來 我告訴你喔 你不要亂來喔 我現在在這邊還缺錢 你有錢喔 你再給我匯過來這樣子 要不然嘛 要不然 那三百塊鏡子 在那個時候 你也沒有把他什麼銷毀 敵片什麼的 三百塊鏡子 他至少手上還有一百多張 就一直威脅他 其實那個裸照 後來他也曾經寄給 寄給一些媒體 他們人家是沒有登出來 覺得說太可惡 太可惡這難的 好 就這樣子 因為這個鄭文明 他逃亡了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 那對曾秀珍來講 那三十五年也是煎熬 他隨時隨地 他可以找你啊 我現在在哪裡 你現在怎麼樣 你有錢嗎 我看你又在 寶圍在那邊做蝦秀 所以曾秀珍是 長了大概幾年之後 他還是要付出 他還是要賺錢 為什麼 因為他的弟弟 弟弟跟爸爸 就是說相繼過世 又弟弟 弟弟過世之後還留下小孩 你知道嗎 又變成他要養 所以他要養 他要堅強起來 所以他要付出 他付出其實還不錯 市場滿接受他的 可是他就是還是很害怕 因為只要他有收入進來 家裡電話就會亂響 就是有人會來找 有時候黑衣人 會到電視台來 他就非常非常害怕 直到後來他你知道 他演了一個叫做 《流星花園》裡面 演了《道明市》的媽媽 這已經隔了好多年之後了 這個 這個是讓他真的就 重新東山再起 一個很大一個動力 因為他演的《道明市》 演得很好 就是很犀利的女強人 這個戲讓他用就是說 在大陸有紅了 所以他的整個 全世界的秀 又可以接起來 但是這個時候 他雖然名利又開始來了 可是他 他還是會害怕 他說其實他 沒有睡過一天好覺 直到這幾年他去修佛 他去那個身心靈去 這樣靈修之類 他就覺得說 我現在真的放下 而且大概前幾年 有個消息傳來 就是這個 逃亡了35年的鄭文斌 誣死他鄉 在泰國被人家亂槍打死 因為他又販毒又怎麼樣 又去綁架什麼 什麼各地方做各種壞事這樣子 就是在街頭被人家亂槍打死 那個消息傳來之後 我覺得他的 他的人身安全 所以說秀貞 他的人身安全 他真的得到一個保障 要不然他隨時都覺得說 就是有壞人會來找我這樣 好感嘆喔 真的 我們以前跟他合作的時候 都沒有聽到他談這一段 也不曉得他不開心 現在覺得好心痛 對啊 是不是家裡的風水擺設 沒有很好 現在改正應該還來得及 你還怕小小 好 請教陳冠儀老師 什麼不良的風水 容易讓人家不小心陷入陷阱 在居家環境的 所有的外在環境 或者內部的布局 都會跟我們相對的關係 因為你外在 他所有的一草一木 事實上你不要以為 你房子看了我很漂亮 外面的高高低低的建築物 一草一木 它就跟你產生了相對應 那我們講風水就講氣流 因為氣流跟這個建築物 產生了一個回流 這個回流來自於不同的形狀 就有不同的氣場五行 還有空間的能量 它自動形成那一種克制 那所有的克化 當然我們在說 相克 相生 就自然產生那種能量 這種能量就造就了 最後你會顯現在外面的一些結果 所以我們看 容易讓人會小心誤入陷阱的不良洪水 第一個我們看 這常常碰到的 說窄屋前方出現 珠光寶氣誘惑了建築物 剛剛講的這個案例 連結剛剛講的這個案例 跟這些什麼 珠光寶氣 像鑽石一樣 所以你看這個外在 你如果房子面到這些的 建築物的時候 會像什麼 歐式 歐式整個花欄排了一整類一樣 你看這個 所以你在繡場的時候 排了一整排的 那這種狀況之下 你有沒有想想 這種情況就是 你外在的誘力會非常強烈 甚至於這個情形會導致什麼 就在你的所有的社交場合裡 你沒辦法玩去掌控 因為他用這個外在這種環境 就有這一股 珠光寶氣能量壓制了你 所以你壓制了你當中 你又不敢得罪它 所以這種社會就會在自然而然 就會讓你去迷失 所以這種迷失的時候 你會在選擇富貴當中 你當時已經忘記 可能它是虛的 它是騙你的 但是你不知道 你只要說 這麼多的珠寶 看得這麼漂亮 就像剛剛講 從樓上排到樓下 然後街道 滿街道都是這種氣 所以富貴根本看不出來 甚至於才華也是裝出來的 所以像你各位可以看 從這個圖可以看 這種東西一定是虛微的 是一種虛假的 為什麼 建築物當中講風流動 你看這個風會一直在都流竄 建築物在這裡一直流竄的時候 那種能量就會讓你 忽有忽美有 讓你感覺到說 好像很棒很棒 但是到最後你最終的時候 是一種空殼子 那種空殼子到最後 你就一定會碰到渣 你就說你沒有碰到渣了 你不可能 你要碰到優質的很難 所以說當我們在選擇一個房子 當你一步要能夠平步清雲的時候 我都建議說 你在選擇建築物的一定要選擇 你看出去是很平衡的 view能夠寬廣的 所以我們特別要注意說 在房子外面 如果有像這種亂的環境的時候 請你要小心 有時候跟人的交往 不管你做生意 不管你在演 就有沒有演藝圈一樣的 你在演藝圈 你基本上你如果住到這種環境 基本上一生沒有好命 沒有好運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了解說 當你居家環境的外在很亂的情形 你都要非常小心 所以說要選擇到很工整 完整的平平 很平衡的 棋盤式的建物不亂的 面對面是一個平整的建築物 絕對可以讓你 不會面臨到這種挑戰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 因為她在生氣 所以你要做什麼動作 你要去安撫對方 那麼把她的這些生氣的原因 把它講出來 心裡面的一些疙瘩把它去除 那麼讓你們的關係 能夠成溫就好 免得她就持續地在 對你生悶氣的話 那麼可能這個感情跟婚姻 遲早會有問題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房嗎 我們都在挑戰大神APP 一起開房插花碰碰壺 等你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室內 就外在環境會影響內部 也會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床 這個大床在這裡面 還有上面這有上下床 上下床用樓梯 所以這種情況就是 因為家人覺得我家 我要想我這個天倫之樂 我們小孩 我跟他住在一個房間 有些媽 那夫妻覺得說 我們夫妻睡這裡 那小孩讓在這裡 我們都看得到 其實各位 你在你房間裡面 有一個上下鋪 有一個樓梯 卡在那個地方 你每天都看到樓梯 那想就一把劍卡在這個房間裡面 所以就導引 你兩個在這個地方 你為了要照顧你的小孩 那這種狀況之下 你這個空間的氣流 我們房間的空氣 我們為什麼 常常告訴我們朋友說 你要好的運 你有不好命沒有關係 但運要好 運要好就是後天環境 你後天環境 你一定要怎麼樣打理 整齊舒適舒暢 就是好風水 你把這個空間擺了整齊 你不要因為一大堆的 我不要還擺在這邊 有小孩你給他隔 像空間 像我們看這個房間 這麼大 為什麼不去隔成兩間呢 你把它隔成兩間之後 小孩睡一間 那麼大人睡一間 你個人的隕屍也出來了 小孩有小孩的隕屍 這種沒有這種狀況之下 你就很平衡 但是你偏偏為了要照顧小孩 你愛小孩 那你就把小孩 有一個睡下鋪 一個睡上鋪 那這種狀況上下鋪 睡在這個地方 你兩夫妻在這裡 你有想一想 事實上很多家庭都沒有想到 我們看過最多的是 小孩已經到了 叫幼稚園的 到了小學的 還跟父母同住在同一房間的 事實上這都不對 因為父母的 在這個空間裡面 你們夫妻恩愛的時候 在人愛指數在這裡面 在表演的時候 會產生影響他們的心靈 所以特別 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以為說沒事... 那這種狀況會影響家人 小孩子 事實上根深蒂固 從小的時候 他有聲響 他也不敢張開眼睛 他也不敢被這些蓋 那到最後他就影響 然後人就會壓抑 這種壓抑他現在不會爆 但他會某個成長的程度 他會爆炸起來 所以這種情形就是影響他們 但是你父母 當你很有家庭父母夫妻 你會怕小孩的時候 當然你這種氣場是不好 所以你在外在內 所以就心神不靈 這種容易心神不靈的時候 就會腦筋突然間的短路 短路就是會影響到 你所有的對外人際關係 自然就會碰到不好運 就會落下嚴重的陷阱 而影響我們的命運 所以今天有各位做參考 另外一代鐵廢歌后 就是我們珍妮姐 曾經指出自己的婚姻 被一位港姐介入 而那位港姐 後來婚姻路也是充滿坎坷 對 因為珍妮前一陣子 她在自己的網路上 她講了一段話 突然講了一段話 她說 我不瞭解為什麼要選美 尤其是這個香港小姐選美 她覺得一點意義都沒有 然後接下來大家會覺得 怎麼會莫名其妙 突然批評香港小姐選美 然後接下來她就講 她說這個選美小姐 香港小姐 曾經是我們家的小三 那這一段往事是四十多年前了 她把這一段往事給整個揭開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先講珍妮 各位 只要五六年級生 應該是四五年級生 對這個洋娃娃歌后 應該都有印象 是 早期天真活潑又美麗 有沒有 天真活潑又美麗 大家都留意 在我眼裡看到妳 麥哥 在我眼裡看到妳 的臉 是笑妳 我去KTV唱這首歌 那年輕人聽 這什麼怪歌啊 笑我 怎麼這樣啊 天真活潑又美麗 所以我們那個年代 就跟這個年代 你們聽五月天啊 對不對 這些歌一樣 她早期呢 她特別提到有一個書 因為她長了一張娃娃臉 對 對 原先是被這個導演看上 本來要去演唱 結果在這個演戲當中 他們需要唱一首歌 她就唱了 就發現她的聲音 真的非常了不起 因為她的 也是天生的 她也不是練的 鐵肺歌后耶 她的 尤其她的聲音 是辨識度非常高 然後一旦跟劉家昌合作 大家知道 早年劉家昌的子弟弟們 鳳飛飛 肺玉青 剛剛有提到 還有珍妮 那麼多的歌 各位 海上花 那聽得會哭耶 然後這麼多 這麼多的歌曲呢 也讓珍妮 其實在十幾歲 到二十幾歲的時候 是人生的巔峰 她在十九歲那一年 十九喔 她說當時呢 復生 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復生是誰 在香港她非常有名 電影明星也是個搭載 她說當時他們 談戀愛的時候 就是去打保齡球 每一次打保齡球 可能一開始是八個人 最後六個人 到最後就剩下他們兩個人 十九歲的時候開始談戀愛 她比復生大一點點 珍妮就覺得說 我的人生可以了 我要結婚 我要生復生的孩子 所以在二十一歲的時候 珍妮那一年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號 我特別記得 他們兩個人在香港結了婚 當時珍妮只有二十一歲 然後接下來她不再唱 不再演出 因為她全心全意 就是趕快希望懷孕生小孩 可是她跟復生 根據珍妮的說法 就說不知道為什麼 也許是體質的關係 她懷孕就流產 懷孕就流產 這當中大概有三到四次 永遠沒有辦法 能夠讓小孩留下來 然後在這段時間 大家也知道嗎 復生那時候那麼年輕 不過才二十歲出頭 她有一群朋友 然後珍妮就對她那群朋友 真的很有意見 好了 來囉 當時發生了一件事情 新聞完全沒有報導 是因為當時復生 拍了一部電影叫 那拍這個電影的時候 根據珍妮的形容 因為他們常常吵架 因為年輕 她說那段時間 她幾乎都沒有看到復生 拍戲 有時候作息不定 可是她聽到風聲了 因為雷達很準 她聽說復生 跟這個戲裡面的女生 好像已經有感情了 珍妮真的去抓奸 差點當場抓到 但後來為什麼沒抓到呢 我剛剛講了 通常你在外面偷吃 你那些朋友都會幫你當掩護 所以朋友通風報信 就珍妮人到飯店 但沒抓到 但她確定就是 復生就是帶這個女生開房間 那珍妮就在想說 花心大少女主角 就鍾楚紅 她八成就是跟鍾楚紅在一起 所以她當年 她直接就打電話去罵鍾楚紅 鍾楚紅氣死了 她說不是我啦 我沒有啦 其實是那個誰啦 有講嗎 沒有 鍾楚紅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這個是不是就有一個懸案 珍妮的形容是 她老公去拍這個戲之後 她就沒有再見過她 從此天人勇格 因為復生有一天就是復氣 開了一輛保時捷911 那個整個車的整半邊 全部撞得爛 撞爛 復生沒有救回來 才二十出頭 然後珍妮真的非常非常傷心 然後 當時她幫這個復生 要辦這個喪禮 那她是未亡人 她說她那天 她在這個靈堂裡面 然後突然復生的朋友來了 一群人 就講說 爸嫂 你太累了 這樣 接下來的事情我們幫你 你到後面去休息 你去後面 然後一群人就把她架起來 要她去後面 就想說 幹嘛叫我去後面 她叫我去休息 幹嘛 她又到靈堂後面去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小三來了 就是這個人 來 香港小姐 1981年的香港小姐 她把她架走 然後讓小三進來 因為小三要進靈堂 因為當時這個小三跟復生 是在一起的 都開過房間了 復生突然一下死了 小三就在她的朋友們的 觸用下 就進來祭拜復生 可是各位也知道 因為復生走了 對珍妮來說 真的不可承受之痛 她後來也知道她是誰 但現在能怎麼辦 而且珍妮說 她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她不想活下來 她才二十幾歲 而且她一直想要生復生 那孩子沒生 然後一直跟復生在吵架 所以那種所有的悔恨 都在她心裡 她說她有幾年時間 她就覺得她不想活了 她不想要在這個世界上 活下來 她說後來 大家都知道 珍妮是在復生走後的 四年 第四年 她在美國生下了 她跟復生的孩子 叫Melody 現在也很大 為什麼會這樣就是 因為我前面有提到 因為復生跟珍妮 他們一直想生小孩 一直都流產 所以顯然當時復生 是有把精子存下來 那也有個說法是 當年其實香港很多的武打明星 也都有這個習慣 因為很容易受傷 總之在珍妮的這一邊 她生下了Melody 那她現在其實生活也滿好的 大家知道嗎 她有一塊農地 在樓台 我去過 但是呢 其實我這個故事有一個轉折 這傢伙去哪裡了 這個小三 賢慧怡小姐呢 可厲害了 她就因為當年是選美 選美香港小姐 她風光地嫁給了這個馬青陽 馬青陽是誰呢 是香港大升銀行裡面的富二代 也就是說他們家開銀行 你知道在香港 從此就是個富太太 手上都是名牌包 然後錢惠儀的全家 就過著富貴的生活 原來馬青陽在取了錢惠儀之後 不斷...不斷地外遇 你說是不是以報還以報 她的老公 不斷被人家拍到戴妹 然後馬青陽都說 沒有...你們都亂講 結果最後呢 來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馬青陽呢 後來直接跟這位 來自烏克蘭的模特兒 住在一起 然後馬青陽直接 這是馬青陽跟錢惠儀對不對 因為香港很講究 上流社會每天都有很多派對 什麼的 他們以前常出雙入隊 但這幾年 馬青陽乾脆就跟 烏克蘭這個模特兒出雙入隊 而且不避諱 直接手牽手 就去很多的時尚派對 然後... 離婚了嗎 錢惠儀去哪裡了 知道嗎 她被她老公 趕出她的豪宅 然後給她住一個 只有我們這個攝影棚這麼大 這樣 這麼大的房間 裡面一張 給她一張行軍床 沒有窗戶 沒有窗戶 打入冷風 不斷打入冷風 把妳趕出去 趕出去之後 錢惠儀真的氣死了 這個太誇張了 太誇張 然後這幾年 錢惠儀都在打官司 因為她的老公 什麼都不給她 要變成這樣的時候 都沒有前兆嗎 就比如說 對她忽冷忽熱 或者是說 對她有什麼 都沒有訊號 難怪那個房子 都沒去繳錢 我們看這新聞 只是覺得說 你以前做過什麼 你以後會得到什麼 你以後會得到什麼 對啦 希望 好 請教一下艾菲爾老師 什麼星座的情人 對你忽冷忽熱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好 我們來看這個題板 這個情人如果對你忽冷忽熱 那你要特別小心 尤其有上榜的這些星座朋友 你要特別注意 如果她對於你的感情 或婚姻 產生了這個若寂若離忽冷忽熱 那麼可能有問題了 出現 太陽上升金星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名上榜的 就在談判的時候 我不是講嗎 發哥就在明智 表示說我就是愛你的 在陳玉蓮家吞清潔劑 那事情鬧很大 就等於清潔劑不是毒藥 但是清潔劑也是毒藥 就發哥送醫院 傳出就是發哥為了陳玉蓮 連妹至上 太陽上升金星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名上榜的 如果是這個星座 巨蟹座的朋友 那麼如果說他對你忽冷忽熱的話 你要小心這個情人 可能有問題 那麼巨蟹座會對你忽冷忽熱 大概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在生氣 所以你要做什麼動作呢 你要去安撫對方 那麼把他的這些生氣的原因 把他講出來 心裡面的一些疙瘩 把他去除 那麼讓你們的關係 能夠成溫就好 免得他就持續地在對你生悶氣的話 那麼可能這個感情跟婚姻 遲早會有問題 來我們看第二名的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上升金星 如果是這個星座 雙魚座 我們的聖玉有上榜 因為聖玉 對他的另外一半 忽冷忽熱的話 他的另外一半 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雙魚座在幹嘛呢 可能有秘密了 你就要去關心一下 比如說這個雙魚座 其實大家都知道 男生或女生 其實雙魚座 都是標準的戀愛腦 那麼談戀愛 他就會全心全意地去關心你 但是如果是說 他對於你若即若離 或者說已經不再去虛寒問暖的話 那麼你就要小心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我做不好的部分 或者說是不是雙魚座 本身有秘密的戀奇 或秘密的關係 正在發展當中 你千萬不要覺得說 他對我不理不睬 那反正我更自由 那如果說你是這種想法的話 那麼這個雙魚座 就會越遊越遠 就會從你的婚姻 或是感情關係 游走了 所以如果說雙魚座 對於你的愛情跟關心 已經有點忽冷忽熱 你就一定要去關心它 到底有沒有可能 是我做不好的部分 讓它重新燃起戀愛的熱情 來看第一名 太陽上升金星 如果這個星座忽冷忽熱 你就要更要小心了 這雙子座 沒猜到 沒有吧 這位大師猜天蠍座 來 雙子座 如果對你忽冷忽熱的話 那麼可能那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它已經有新歡了 那麼你就要小心了 這個雙子座 其實不管男生女生 其實本身的異性緣都非常好 本身就是招來桃花的體質 那麼如果是說 它對於這個感情或婚姻當中 出現了忽冷忽熱的 或是有時候找不到人的狀況 那麼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它有新的戀愛目標 或者是有新的感情對象 或者是新的網友 新的什麼網路曖昧的一個人選 正在互動當中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一定要睜大眼睛的 去趕快斬斷它的桃花 免得化這個生米煮成熟飯 那麼這個關係 就已經沒有辦法挽回了 有上網的朋友 巨蟹座 雙魚座 雙子座 對你忽冷忽熱 你一定要特別小心 給你做參考 我們這邊要問一下麥克 我們剛剛提到發哥曾經受情傷 但是真正讓他受傷的女人 其實是永遠的小龍女陳玉蓮 對 這個就是你看 這個兩小無猜 這是發哥第一段的戀愛 也是陳玉蓮第一段戀愛 陳玉蓮誰 陳玉蓮就是 神雕俠侶第一代小龍女 跟劉德華兩個人 你看那經典的 對 說永遠的小龍女 就是她的氣質跟她 就很空人 我聽TVB的編導講 那個年代的編導講 說陳玉蓮跟周韌發 都屬於同一種型的演員 什麼型的 就是說他們的 他們那個時候TVB的編導 是這樣形容的 就是他們的五官 面對鏡頭 他們會跟鏡頭談戀愛 就他的五官是 你私下看也許不是那麼的美 可是他一進到鏡頭上面 那個都很精緻 很集中 就是說他會跟鏡頭談戀愛 那種感覺 好 那陳玉蓮當時 劉德華演小龍女的時候 劉德華跟他演的時候 曾經喜歡小龍女 因為戲入戲 可是後來一知道說 原來她是周韌發的女朋友 因為周韌發很早就追陳玉蓮 但你要知道周韌發發哥 追陳玉蓮的時候 發哥並不紅 陳玉蓮當時是大牌TVB的花旦 但是周韌發因為去演了幾部電影 票房毒藥 還沒有演上海灘那個時候 還沒有演港劇上海灘 那個時候發哥還沒有那麼紅 跟陳玉蓮談戀愛 可是發哥跟陳玉蓮 一開始談戀愛以後 發哥就開始紅了 就開始戲約 上海灘 就開始變多了 這兩小無猜 感情就開始有點生變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 陳玉蓮是紅在前面 發哥走紅的時候 戲多的時候 陳玉蓮那時候戲沒有那麼多 就兩個人 一個天天在攝影棚拍戲 那一個就是 談戀愛等不到男朋友 然後加上發哥住里島 他們住在那個南亞島里島 陳玉蓮去南亞島的時候 其實發 因為發哥的媽媽 發媽是很勤儉持家的 他的兒子正要起來 怎麼有個女朋友 已經在我們家了 兩個人已經這麼親密了 那當然反對 他們家那麼清寒 我的兒子現在正要起來 可能正要賺錢 正要走紅 那怎麼談戀愛 那個時候那麼小 發媽就反對 就在談判的時候 不是講嗎 發哥就在明智表示說 我就是愛你的 在陳玉蓮家吞清潔劑 那事情鬧很大 就等於清潔劑不是毒藥 但清潔劑也是毒藥 結果發哥送醫院 就傳出 就是發哥為了陳玉蓮 連妹自殺 鬧非常非常大 所以後來 這個事情一過了以後 剛剛不講嗎 周潤發四個月之後 出院四個月就跟余安安 那是因為陳玉蓮 先交了別的男朋友 結果他後來的老公 叫陳超舞 這個陳超舞誰呢 陳超舞是一個賭場的牌秀 但不是拉茲維加斯 是美國東區 紐澤西州大西洋城 大西洋城秀場的牌秀 也在賭場工作 所以他跟陳超舞一談戀愛 發哥就馬上跟余安安結婚 所以他們當時講說 其實發哥是賭氣 兩邊都是有點 你知道都很年輕 然後感情發那麼大事情 自殺吞清潔劑 鬧這麼大風波 女生又開始認識新的一個 圈外人 發哥就馬上閃電結婚 他跟陳超舞結婚 他就乾脆到美國去 做一個 就是洗手做跟湯 就不要演戲了 去美國生活 可是後來他發覺 一到了美國大西洋城 那個地方 紐澤西州其實也不是很繁華的 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 完全不行 在那個地方 要每天過那種生活 會瘋掉 所以他們兩個這個婚姻有八年 但是從第二三年開始 就開始若即若離了 大家記不記得有一段時間 陳玉蓮來台灣拍戲 就在華視 他就用那種分開兩地的 就來工作 來台灣拍戲 所以他根本就不能見記者 也不能講他這一段 因為他這一段 其實他也不知道怎麼講起 他自己也在迷茫中 所以兩個就這樣子分隔兩地 這樣這個感情慢慢淡了 那慢慢淡了之後 其實當時陳超舞講過一句話 他很堪玩味 可是這句話後來對 在陳玉蓮印證下來 是有一點蛛絲馬跡的 陳超舞當年說 陳超舞也被訪問 因為香港也有狗仔去拍他說 你們到底為什麼分隔兩地 你們的婚姻到底有沒有在一起 什麼的 也沒有離婚 他們婚姻維持了八年 陳超舞後來當時 就跟香港的媒體說 他說我們婚姻如果有第三者介入 一定是女生 他當時那個時候 很久以前三十年講這個話 大家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也沒有人理他 因為那時候這種話 大家也聽不太懂 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可是後來陳玉蓮跟陳超舞離婚之後 陳玉蓮就發生了有一段時間 是跟一個被香港狗仔拍到 他跟一個香港的女導演同居 那個時候陳玉蓮已經退居 已經開始有點吸引了 已經有點戴法修行了 被男人嚇壞 可能是你說發哥那個燈金結祭 把他嚇壞了嗎 嚇壞了 那個可能是很狠 因為發哥後來講過一句話 你看發哥你先看 發哥後來的老婆 就現在的很棒的老婆 叫陳慧玲 陳慧玲 跟他差一個字 而且發哥當時也不避諱 人家訪問發哥說發哥 早年訪問發哥說發哥 有沒有談過 刻骨明星的愛 發哥也很自然 發哥不是有一句經句嗎 經典嗎 說刻骨明星的愛是會死人的 就這個意思 所以他跟陳慧玲那一段 當時是鬧得很大 那當然陳慧玲現在 也年紀滿大 但是還不錯 因為他常年吃災 吃素 然後就是戴法修行 他也做很多公益 到大陸做很多公益 他現在偶爾出來拍戲 都是演媽媽 但是還神經氣爽 但是他的婚姻感情這些 真的是早年受到很大的 一個懼怕大概 所以明星也不好當 情路很坎坷 我們只要當普通人就好 陳慧玲老師 什麼樣的風水擺設 可以讓感情路走得比較順遂 二十二歲的時候 不是正當紅嗎 初戀男友來了 來找了 初戀男友 夜障來了 夜障跟來了 二十二歲就來找了 這個人是誰 是他的初中老師 他 初中老師來了 結果也是初戀男友 初中老師讓年紀比較大 來 陳慧玲老師 怎麼樣的風水擺設 可以讓感情路走得比較順遂 感情路要順遂 一定要在你臥房裡面擺一擺東西 讓你每天在這個空間裡面 睡覺休息的時候 腦波裡面還在充電 可以讓感情路走得順暢的風水擺設 第一個說臥房的床頭 床頭 床頭要擺有床頭 財 露霜 風影 門當戶對 很簡單 這不是招牌喔 這不是招財喔 這個就可以 你基本上 他本身你看這個財一樣的 我跟你講 基本上人財 財露如果沒有平衡 沒有門當戶對 這個好美喔 對啊 要擺... 好漂亮喔 沒有門當戶對的家庭 感情路都不會順暢的 因為錢出太大了 到最後都有出狀況 所以說 貧賤夫妻擺事 還真的比例都很高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建議說 你一定要在臥房裡面 擺一個比較有喜氣的 比較財路 官啊 官櫃啦 或是戶啦 能夠戶櫃都能夠平衡了 你要戶跟戶 戶跟櫃都可以 這種在一起的時候 基本上來講 人生裡面你的財... 財運好 財有了 夫妻感情... 所有對外的一切感情路 當然就會平順 所以門當戶對很重要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叫臥房的床尾 你剛還是擺床頭 現在要叫床尾要怎麼擺 床尾的時候要擺個 紅韻當頭如以得水 你看 都是琉璃 琉璃很棒 琉璃的氣場是最輕的 我們建議你要擺琉璃 因為琉璃的東西 它是最亮的 它是會光明的 琉璃它是五行為火 所以它是有光明的東西 光明的東西 才能照耀這個空間 讓你睡在這裡 有很好的能量表現出來 所以這個 紅韻當頭 如以得水 你看魚 魚的話它會很恩愛 悠遊自在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當然水 在洪水學裡面 我們在講五行學 水就代表感情 那時候魚在水中游的時候 那種悠遊自在的時候 當然感情就會比較順 所以你看我們在看魚裡面 同樣都是在一個同等的魚 又剛才我們講的富貴 同等的一樣的魚 一對魚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看牠們不會有爭執 我們在魚群裡面 大部分的同一種魚 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不會有爭執 那我們人一樣 人類在一起 夫妻在一起 基本上你陰陽同行 所以基本上就不會有爭執 自然而然感情就會順 所以要如以得水 當然要紅韻當頭 兩個人運動很好 夫妻兩個人感情 所以說這朋友 男女之間的感情 一個很好 一個很差 那一樣會告吹的 所以說一定要門當戶對 一定要能夠紅韻當頭 沒有紅韻當頭 你想想這個那麼衰硬 就是演藝圈 你看過去演藝圈的 裡面很窮 很爛的 戲都接不到了 一個很紅 那感情還會在嗎 不會在 所以情這一條路一定不順暢 所以一定要能夠達到 我們的紅韻當頭 這種情形才能夠如以得水 才有好的運勢 感情路才會順暢 預備我們各位做參考 謝謝老師 真的 該擺要擺 來這邊問一下年姐 還有一個曾經是 瓊瑤電影的女主角 這個唐寶瑤也是超美的 她十六歲的時候 就去參加那個中影的考試 其實當時是要被刷掉的 但是有個主考官覺得說 她是很清秀 是天然的美女嗎 為什麼不用 就硬是把她留下來 拍第一部戲就當女主角 那個時候 天生例子 叫做颱風 那個戲她一演 颱風 對 就叫颱風 紅胎 紅胎 她就得了最佳什麼女配角 亞太影展的也是女配角 都得獎了 第一部戲就得獎 所以就很有信心 接下來很多大導演找她 你看 最有名就是什麼 養鴨人家 婉君表妹 寂寞的十七歲 十六歲拍戲 十七 十八 到二十歲 已經很紅了 什麼戲這樣... 都是女衣 二十二歲的時候 不是正當紅嗎 初戀男友來了 來找了 初戀男友 夜障來了 二十二歲就來找了 這個人是誰 是她的初中老師 初中老師來了 結果也是初戀男友 初中老師她的年紀比她大 這個人叫做七唯一 初中老師來找她了 說我要去美國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就是結婚 二十二歲正當紅 全家多不捨 因為他們家也是窮 就軍人子力 她就是戀愛腦 就說好 我就吸引 二十二歲耶 十二歲 就跟著七老師 一起到美國 因為她是美國念書 結婚 而且跟著去了 你看看 這時候 你看這時候 七唯一老師 這老師那樣 這老師那樣 不值得 不值得 去那邊 你知道嗎 二十二歲 二十三二十四 到那邊 天天台灣這邊 就有很多人說 回來拍戲 很多戲等著你在那邊 吃什麼喝什麼 到美國其實滿慘的 因為就是說 人生地不熟 要不要開車 要不要演戲 落出去 沒有朋友 其實是過得滿辛苦的 而且窮學生 老師到那邊是念書 畫畫 那時候畫了畫 也沒有人要 所以怎麼辦 我還是回台灣 再拍戲好了 離行麻教回來 拍什麼秋絕 很紅 男生那個歐威又得獎 一下拍下來 拍拍到誰的戲 劉家昌的戲 劉家昌連續 五部戲都是她當女主角 然後就覺得 她老公在美國 就覺得 不太對 我老婆回去拍戲 怎麼都不回來這樣子 殺回來 可是那個時候 她看到她在台灣 拍這麼多戲 賺那麼多錢 她有跟她老婆講 就說老婆 妳要不然就跟我回美國 妳們這邊 因為她看她跟劉家昌 拍那麼多戲 她也會害怕 劉家昌那時候 這個惡事力範圍很大 可是她就說 可是我看妳在台灣 賺了錢 真的比我畫畫賺太多了 要不妳就留在台灣 我就回美國了 好 她老公就又回去 可是妳知道嗎 她老公覺得說 她老婆 她總覺得要失去老婆 所以呢 常常就會從美國這樣 偷偷回來偷看她 那也不曉得 老公是不是真的 那麼頻繁回來 她就自己覺得說 我不對 我常常覺得說 我在那個國殿飯店 然後拿個化妝箱 晚上要拍夜戲 她就覺得說 她老公來了 要把她抓回去美國 不曉得是幻覺還是真的 所以常常有人在 在國殿飯店的那個 Lobby 就看到她說 不要不要來 不要靠救我 不要靠救我這樣子 那時候回來台灣 付出之後戲很多 他們就說她成為一個 賺錢的機器 那老公回來幾次跟她談判 說這個樣子 我們還不如離婚 可是這個中間大概 隔了大概七八年 才離掉 終於離掉 離掉之後 其實她在33到44歲中間 她是瘋狂地拍戲 拍到日以繼夜 然後他們有人去她家裡看她 說她家裡是 所有窗簾都是黑色的 就是到家裡之後 她等一下把自己關起來 就是不曉得在怕什麼 不曉得在怕什麼 這很多人一直在研究說 她的心裡到底是婚姻不幸福 還是錢的問題 還是覺得說自己已經 就是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的 漂亮年輕 就是擔心憂慮過多 甚至於他們家的人都講說 我姐姐不准我們承認說 說我的姐姐是唐寶芸 不能這樣講 好 44歲那一年 其實她在拍戲的時候 突然就是整個 不會台詞忘記了 然後整個沒有辦法聚焦對焦 什麼都沒有辦法做 就進到療養院去了 進療養院 其實到後面那一段 就是她狀況已經 她已經在療養院住了十多年 換了兩個療養院 最後那個是在一個心殿山上 我們那時候還去山上 看過她一次 醫生就說她本來好好的 突然有一天晚上又是抽搐 抽搐然後送下來更新醫院 就沒有救回來 她的家人是說 其實這樣的結果 對她來講 其實是最好的 她解脫了 脫離這一切的痛苦 結束了 真的 怎麼說這麼多漂亮人 沒漂亮的感覺 對啊 剛才我們沒那麼漂亮 對啊 那艾菲爾老師 你有想說什麼嗎 我們來看題目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板 就是會充實自己 不浪費生命的星座了 進行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能夠贏得掌聲 好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友 好 我們來看看 6283 5837 9608 7921 來 我們來看題目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板 就是會充實自己 不浪費生命的星座了 那麼請觀眾朋友來參考一下 太陽星座 上升星座 還有火星星座 為什麼不浪費生命 要看火星星座 因為火星星座 是你人生的目標所在 人生當中不要虛度 就是因為你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首先我們來看第三名上榜 太陽上升火星 如果是天蠍座的朋友的話 我們今天那個雅蘭姐呢 這個太陽星座是天蠍座 那麼天蠍座不會虛度人生的原因 是因為跟他個性 天蠍座是責任心比較強 而且會不斷的努力上進 從學生時代呢 天蠍座就是一個希望在班裡面 成為一個名列前茅的好學生 進入職場當中 也會希望在職場當中 不管是業績啊 或工作表現啊 或者是升遷的部分 都希望比同年齡的人快 那麼人生他會力求精彩啦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有很強烈的責任心 他覺得要把自己做好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喔 不會浪費生命 不會虛度生命 那我們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火星 如果是這個星座 獅子座的話喔 那麼也是不會浪費生命喔 獅子座的人呢 他會不斷的充實自己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有很廣泛的興趣喔 而且呢 所有的興趣都會認真投入喔 那麼大家都知道 這個獅子座的朋友 在演藝圈裡面其實蠻多 有名的人物喔 比如說小燕姐啊 或者是哈林哥啊 都是獅子座 他們本身就是興趣比較廣泛喔 那麼所有的興趣 不管是唱歌跳舞舞蹈 或者是表演 他們其實都會認真投入喔 那麼本身的才華 得到適度的發揮 那麼就會充實自己 也不會虛度人生喔 這個部分是獅子座的一個特質 再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會充實自己 不浪費生命的第一名喔 是射手座的朋友喔 我們那個拜大國 是聖美 都有上榜喔 那麼射手座會充實自己 不浪費生命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 有覺得人生就是美好人生 在於發現喔 那麼很多人呢 可能年輕的時候很精彩 但是進入中年以後 或者是人生的這個 後半段 他覺得停止發現 但對於射手座朋友來講 他覺得人生就是不斷的 有一些新鮮的事物出來 不管是好玩的人 人事物喔 那麼他們也會熱衷於去發現 人生當中的各種的精彩喔 很多自己呢 沒有嘗試過的事情 永遠是他們 最想要去嘗試 或者去實踐的部分喔 所以整體來講 有上榜的朋友 天蠍座 獅子座 還有射手座的朋友 都是會充實自己的人生 不會浪費生命喔 以上呢 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老師 沒有上榜的朋友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進行數字測驗 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方面能夠贏得掌聲 好 來 我們的訊息數字有 來看看 6283 5837 9608 7921 來 6283 您幾 6283 9608 我也是6283 5837 來 下碼 5837 來 再一次 6283 5837 9608 7921 好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在哪一方面贏得掌聲 我跟雅蘭姐 1 2 3 9608 好 要選好耶 好多觀眾朋友碰到說 看你們節目 我每次那麼選到80以上 你改的 搞 好 我們來看看未來一個月 我在哪一方面能夠贏得掌聲 那我們先來看看 7921 因為7921現場是沒有人選的 對 那我希望剛剛那一些 雖然沒有雖然所有的隱形 都來選到這一題 不錯耶 就闖過情觀愛情甜蜜 就是贏 在愛情方面贏得掌聲 對 因為他們都沒有過情觀 所以說情觀非常難過 如果是觀眾朋友選到這一題 如果萬一你有已經有另一半了 其實你可以闖過前觀 你可以表白成功 所以你不要懷疑 你可以好好的去表白 因為你可以闖過前觀 會非常的甜蜜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看 6283 6283是 蓮姐還有那個聖梅 聖梅顯得 還有觀眾朋友顯得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贏得掌聲 是人氣贏得掌聲 對 個人的聲望會一直直線的上升 你的評價會很高 人言會很強盛 那會吸引眾人的目光 所以說你在人氣的舞台上 你會花光花樂 所以說能夠達到名利雙收 那當然就是人氣方面是贏得掌聲 那再來我們來看看 那個5837 5837是 冠儀老師選的 還有艾惠老師選的 那我們來看看 還有觀眾朋友選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贏得掌聲 事業成績有加關禁決 這什麼 工作往裡贏得掌聲 對 工作事業都非常的順暢 事業很好 工作上的表現是非常的優良 環政什麼事情都做得有聲有色 人家說工作上化水會堅持 所以說會藉著這樣一個狀態 能夠站上你的事業的第一線 所以說相當的不錯 是在工作上面贏得掌聲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那個 麥哥選的還有兩位主持人選的 9608到底是在哪一方面贏得掌聲 財星照料投資可以 這上面挺有趣 好吃 厲害 財運搶棍 投資是大豐收 能夠以小博大 小投資會大花財 所以有時候你看起來 那財是會從天上掉下來 用手機身就有了 所以說不用會摧毀之力 你的財會非常的好 杜林哥不用懷疑 因為你的錢放銀行 他也是會掉下來 就不用懷疑 這送的 對 所以觀眾朋友一樣 不管你任何的投資 都會非常的順暢 就是在財星照料投資得利 是投資方面贏得掌聲 恭喜了 謝謝老師 很送 一百分一定要分享 一定要跟你分享 來 好玩大分享 命運好好玩的限定活動開跑了 現在加入 命運好好玩的官方LINE 有機會獲得五行補運 沐浴露 十二月的每一晚十一點 限量開牆 謝謝老師 謝謝三位 謝謝來聽 謝謝 感謝你的收看 感恩 拜拜 拜拜